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秀七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Brian小布 我们今天就抽点时间聊一聊劳力士的这款游艇 这款手表是隶属于劳力士Yalmaster游艇名士系列中的一份子 这个系列诞生于1992年,算是劳力士所有系列中比较年轻的吧 跟同样拥有海洋运动风格的水轨系列相比 游艇的历史背景相对少很多 那款式的平均价格呢,也要贵很多 那劳力士的初衷是想把Yalmaster打造成一个更奢华的海上运动系列 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劳力士会把游艇名士当成新技术的试验田 那不断向整个系列中呢,加入新鲜和华丽的元素 那比如说Oyster Blacks胶带,就是从游艇这个系列开始的 那之后呢,还有彩虹钻表圈,鹰眼石表盘等等 但是呢,都是价格不菲的升级产品 那今天呢,咱们主要来看看这款玫瑰金表壳的40毫米满钻游艇 那在2015年的时候,劳力士官方推出了这款以Oyster Blacks bracelet为表链的18K玫瑰金游艇 那当然最基础的配置呢,是黑色面盘 那这里说,基础配置其实有点不太恰当 因为最入门的交代游艇也要41,000欧比起步 那满钻款式呢,目前只配置在40和37毫米纸径上 那当然42毫米白金游艇呢,也有满钻款式 但是属于不在官方目录里的隐藏款 也就是说,在官网上能找到的只有18K玫瑰金表壳的Yamaster拥有满钻款式 咱们再来看看这块手表啊 编号126655,40毫米直径 搭配磨砂黑陶瓷的双向旋转外圈 表壳使用的是劳力士专属的Everose Gold 18K永恒玫瑰金 那可能有些表友不太清楚啊 其实18K玫瑰金也是会掉色的 但是不会像镀金掉的那么快 那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呢 那18K玫瑰金会渐渐的丧失原有的色泽 但是劳力士官方声明他们的这个Everose Gold 在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色泽 那再看表带 那其实Yamaster呢是最早使用Oysterflex胶带的系列 那那个时候K金的迪通拿用的还是鳄鱼皮表带啊 那材料呢是天然橡胶包裹钛金属片 既能做到轻盈又能做到坚固 那目前就这款胶带来讲呢是由DF和EF两种长度选择的 那如果觉得当时配置的长度不合适呢也没关系 那表扣里面还有Gladlock滑扣延展装置可以随意调节 内部搭载的是劳力士资产的3235机型 目前较大表镜的劳力士三针日历款是 基本上都在用这款机型啊 感觉还可以 那虽然自动动作的声音比前作3135的机型要响一些 但是动能储备可以达到70小时 那最后看看它最大的卖点啊就是满钻的表盘 具体镶嵌了多少颗钻石官方没有说明 但是劳力士对自己旗下的宝石的要求呢是必须是天然的宝石 成色必须达到D到G的等级 进度到IF等级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买的无钻版本的游艇嘛 然后自己找工作室后巷钻石的 OK那那说到这里呢以下我要说的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二级市场上会有一些人耍小聪明钻空子这样做 然后冒充原厂的劳力士满钻来卖 原因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提过啊 就是不管是基础款还是满钻款 那他们的型号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126655 所以只看保卡根本没法区分 但是基础款的工价是48100澳币 满钻款是76100澳币 大家都能看出这个两者之间差价有多大啊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从二级市场入手这款手表的话 那自己紧低一点啊 那但是讲真啊 这这款手表其实并不是拿买的款式 所以在正规门店入手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